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肉肉速報 今天的影片要來一點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的新計畫想要來嘗試看看 以我們設計的觀點挑選出今年最想玩的遊戲分享給大家 這次我們選了數款美術極致驚人的遊戲作品 幾乎都是獨立工作室製作的 這個時候真的不得不佩服 作品的驚人程度只能說是巧奪天工啊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進入介紹吧 第一款遊戲是Cable 這款在2018年13展就已經釋出宣傳片的Cable 是位於英國的獨立工作室Shadworks開發 Rolf Ferry發行的單人開放世界的探索冒險遊戲 這個遊戲的主角是一名女孩叫Cable 這次就由玩家來扮演這個角色 身處在遙遠獲星之中 騎著科幻無比的懸浮機車 穿梭在無盡沙漠之中 探索挖掘此星球的歷史之謎 宣傳片中能看到各個古代遺跡和破碎的建築 相信遊戲的玩法就是在這個開放的冒險世界 扮演著Cable探索這一切的過程之中 慢慢尋找自身在這個世界中的一席之地 遊戲最大最大吸引人的地方 完全不需要多說 那就是美術和世界觀 相信看到這裡的朋友 應該都已經被這個風格的美術所驚豔了吧 以無盡的沙漠、岩壁、廢墟 來表現世界的廣闊 再藉由Cable的飛行機車穿梭其中 整個畫面的視覺張力非常的強 這個由3D系統製作 以2D方式來呈現的風格是我們最喜歡的 怎麼說呢?有點像是真實的開放世界 卻是2D的風格 有一種奇幻世界的帶入感 正因為畫面與現實生活中的不合理差距 才能讓我們對遊戲產生更大的興趣 想要讓自己體驗這種無法想像的世界觀 相信大家可能會對此風格產生有一點 吉普利又有點不太像的感覺 正確一點來解釋的話 這個遊戲對法國漫畫大師尚吉羅 筆名莫比烏斯做了一個致敬 然而宮崎駿曾經也表明 風之谷受到摩比烏斯中其中一個作品 阿札克很深的影響 看來這位法國漫畫大師真的是不同凡響啊 現在遊戲開發商釋出的資訊並沒有非常多 但就目前的資料來看 這絕對是我們2021年一定會入手的遊戲之一啊 遊戲發售預計的時間是在2021年內 遊戲發售的平台是PC、XBOX 遊戲支援簡體中文 朋友們有福啦最起碼不會看不懂 第二款遊戲是提現木偶其預計A Juggler's Tale 這是由位於德國南部的一個遊戲工作室 Kaleidos Cube開發 由Mixed Vision發行的3D橫向卷軸的解謎遊戲 遊戲主人公Abby 渴望自由想要擺脫被控制的人生 發現自己身處飽受戰爭摧殘的中世紀童話中 周圍滿是飽受摧殘艾爾的公民 並被無情的割侯者通打獵殺 Abby能夠相信誰呢? 他能夠逃離陷阱與背叛嗎? 遊戲希望我們幫助Abby穿越一個飽受創傷 但又令人難忘的美麗世界 帶領他前進穿梭、謎題和陷阱 逃避他的追捕者也許就是重獲自由 這個宣傳片我們一找到的時候就非常喜歡 他的遊戲過程可以看到很像是木偶系一樣 會有從天而降的線段操控 也可以看到線段可能會被過程中的障礙物給擋住 畫面雖然是以3D的方式來呈現 但貼圖材質不是走寫實的風格 而比較像是Low Poly Art的可愛可愛童話風格 整體美術氛圍的營造十分到位 Low Poly Art是數年前很紅的向量繪圖風格也存在許久了 雖然劍魔術極低但這也就是他的特色 不能做到極致寫實 但是相對來說你也可以感受到他想呈現的現實物件 反而很有同趣感 說實話也是我很喜歡的風格之一 發售的時間預計是在2021年內 發售的平台是PC Steam GOG 遊戲現階段不支援中文 但是希望之後可以更新我們真的是很想玩啊 好來到最後一款遊戲是Easter World 瘋來之國 這是由上海Pixpil獨立工作室開發製作的 像素風動作冒險遊戲 這一款一路演就直覺認為是 類薩爾達遊戲的瘋來之國 在我們細細研究它的細節過後 發現它每個環節都是如此細膩又迷人啊 與其說是類薩爾達不如說整個遊戲 帶給我的感覺比較像是像素風的二之國 在世界觀的部分因為社會人口數極低 整個環境彌漫著毒氣 身處這種困盾的環境下 勤奮的礦工帶著名漾的少女 準備擺脫地下社會桑德菲的蠻橫控制 畫面中可以看到遊戲是由一個大人 帶著一位小孩一起前進的 過程中似乎還要互相解謎合作才行 這個看得出來算是蠻經典的點證像素化風格喔 我們頻道是絕對不會錯過的 對於點證風格在市面上其實有千奇百種 但就屬風來之國這種風格算是我比較喜歡的 像素感不會過重 整體的畫面細節上也是非常精緻的 從中又能感受到每個物件想要呈現的真實感 即便是未知世界但武器上並沒有超級的科幻 反而是尋常的家用品平底鍋 在音樂的部分也是以非常復古歡樂的旋律稱笛 讓整個遊戲的氛圍不會因為環境惡劣而失去信心 由於是由上海這邊來製作 所以遊戲內的美術出現了大量的中文招牌 又加上是未來的廢墟社會 相對來說風來之國也有許多東方的元素 遊戲整體的感覺不會過度日系化而讓我們有很好的帶入版 真的是令人期待啊 遊戲發售的時間預計是在2021年內 遊戲發售的平台是Steam、Nintendo Switch 遊戲也支援粉中、減中之文 也是一款朋友們又有福辣的遊戲 好的以上是我們為大家收集預定於2021年內發行的 三款每到發荒的獨立遊戲 是不是已經覺得有點心癢癢了呢 而且會覺得這些工作室也太厲害了吧 就請大家備好荷包準備他們的到來吧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並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是肉本 拜託拜託現在先幫我按一個讚 肉肉速報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